今天好消息 我的女神華春瑩 升為中國外交部副部長 我早就說華春瑩是好女兒 為了慶祝華春瑩升官 我決定去浸溫泉慶祝一下 因為大家知道華春瑩今年只是54歲 在政治的仕途上起碼玩多20年 大家知道中共的管理核心層起碼都七十多歲 起碼有20年玩華春瑩 所以今天我就要聽到這個好消息 很開心 我真的替華春瑩 因為華春瑩夠健 好像我們以前的吳儀那樣 浸完溫泉回來再跟大家直播 大家好 華記5月27號報導 我現在由香港來到關西機場 因為明天有工作 今天教大家由關西機場 平時我喜歡乘搭南海電車 1350日圓 很快就40分鐘 每個小時都有兩班 很方便 由關西機場 下一層 右邊這輛比較漂亮的南海線 左邊的930日圓 隨時都開啟的 但是右邊這輛就快一點點 40分鐘就可以去到南波車站了 我剛才下機的時候 看到有些雨 所以我就打算坐這輛車 可以去到地下街 走回陽光大廈 這個車廂很漂亮的 極力推介給大家 1350日圓 圍起來都是70元港元 很快就到了南波車站 我們現在就在南波車站 即是高島屋 也是深齋橋的第一段 這個就是南海線 這輛車很快 40分鐘到機場了 下次大家如果來大阪 就推薦大家坐這輛車 我們現在就出閘 教大家坐扁梯 落到地面 然後就去地鐵站 去到地鐵站這裡 一條直路 因為外面下大雨 我坐了4個小時的飛機 行氣活血 當然是走走走 我們沿著地下街 其實如果早點就很多東西看 不過我已經關門了9點多 10點才到 來到這裡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有個分叉路口 十字路口 你看到17號這個出口 就是剛才由南波車站直走 然後就轉右 去到這裏 17號出口 然後就是一直直走 就可以去到日本橋車站 來到日本橋車站 如果大家拿著行李 就像我那樣 就不想駕駛樓梯的 就在5號 5號這個位置 就有一部電梯 可以在這個電梯 立即 可以搭到這部電梯上去 就不用拖了 一出來 日本橋 我們前面這裏 就是Landmark Sunshine Tower 前面 杜頓骨 這個地標 蟹杜洛 杜頓骨 這個地標 有沒有見到前面 好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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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條河 有沒有見到這條河 現在很大雨 好大雨 我們坐下吃下和牛 接著我們在這裏 可以走回陽光大廈 回來再跟大家直播 公佈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有新項目推出了 我們最新的項目 就叫做深齋橋東陽光大廈 英文名叫做 Smile Sunshine Tower 我們這個項目 就會在6月15號和16號 就在九龍尖沙咀半島酒店 6樓漢口廳那裏舉行 我們星期六和星期日 那個時間 在星期六 就是上午的11點 去到晚上的9點 而星期日 就由上午的11點 去到晚上的7點 有興趣 報名來聽 日本投資大阪民宿的 B&B講座 就歡迎大家WhatsApp報名 我們現在這個階段 是進行內部認購登記的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馬上WhatsApp我們 然後來我們這個示範單位 都可以的 好 我們在6月15和16日 在半島酒店六樓漢口廳見 拜拜